17岁男孩得了怪病 双手竟长满密密麻麻的到此 放在洗手池上宛如涂了502胶水 根本解不下来 稍微一使劲 就破坏了功能 砸在了笑容恶大的头上 霍霍霍霍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连霍金都忍不住过来凑热闹 可这样的小喽喽 在拥有超能力的男主面前 初拳的速度仿佛被放慢了一样 两拳轻松躲过 正当向好友得意之时 男孩中门失防 对到了路人的身上 拽下了衬衫 和女老师的 这难道就是失败的man 所独有的超级绝技吗 可这只失败的man 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超级英雄 而是被蜻蜓咬过的蜻蜓队长 啊不对 应该是蜻蜓侠 他拥有蜘蛛侠的爬墙与反应能力 甚至在5G上 丝毫不疏托比马奎尔的蜘蛛侠 甚至身板子也相当硬朗 和全民超人一样 挡下一辆卡车也不在话下 救人的话目前还是算了吧 回到家中 他将自己身上的变化 告诉了叔叔与朋友 当即就一刀测试了一下 果然是真火 真是殊辞之孝呀 就在一周前 瑞克这个班上的小透明 随队来参观奥斯本公司下的动物实验室 他与彼得帕克 拥有玛丽简一样 也拥有一个暗恋 却不敢搭话的同学吉尔 因为不小心误用了实验室中的强力激素 这个男人有幸成为 第一个被各种动物绝了的人 画面太过震撼 怕屏幕面前的大家把持不住 这里小编就替观众老爷们承受了 而瑞克也顺理成章地 被基因改造的蜻蜓给咬了一口 回到家后 刚从白头神探片场过来客串的叔叔 以为状态不佳的瑞克是到了青春期 就打算从书上帮侄子打疑解惑 情绪波动时 可能是产后护理不到位 产生了抑郁 母猪的产后护理 对不起 拿错书了 此刻瑞克不堪重负 静止地道了下去 外面开始电闪雷鸣 黄松大作 海啸滔天 波涛汹涌 一个未来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即将诞生 另一边 恶搞奥斯本公司的创始人 诺曼奥斯本因为自己身怀癌症 大限将至 外加公司的股价连连下跌 董事会想要先将其产制而后快 为了保住自己 以及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诺曼直接亲自测试 还未投入实验的基因改造仪器 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意外 一阵火花四溅之后 梅绿的绿膜诞生了 不同于托比马奎尔蜘蛛侠中 绿膜的心智变化 这个反派直接拥有了 吸取他人寿命的能力 妥妥的人间死神了属于世 这样残忍血腥的画面 直接让旁边的助手 吓出了高音 另一边 瑞克也陷入沉思 他回想起自己的父母 是在戏院后 向遭遇了歹徒袭击 但和蝙蝠侠布鲁斯维恩的境遇不同 被父亲鼓舞的他 上前就与歹徒搏 混乱中 几枪就干掉了父母 夫妻双双把家还 最后只留下了这个家族遗传的戒指 象征着家族勇敢的标志 可心灰意冷的瑞克 并没有心思当什么超级英雄 他此刻只想泡妞 当得知吉尔现任男友有辆跑车后 当机立断 也打算去贷款 搞一辆 可银行职员看他还是个学生 没工作没抵押 拒绝了瑞克的贷款申请 这是一个劫匪当众抢劫 瑞克带着婶婶准备逃离 顺便放走了不会开门的劫匪 这时门外传来 通通两声枪响 熟悉蜘蛛侠故事的观众肯定知道 本叔叔这下遭殃 不出意料 躺在地上的本叔奄奄一息 对着瑞克说出了 那句著名的台词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是屁话 能力越大 泡妞才诈 治理名言 说完本叔完成了他的使命 住进了ICU 这时X销售找到了变异的瑞克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变种人学院 那里人才积极 有橡胶人 但不是路飞 有能穿墙的 有以为自己能穿墙的 最大咖的 必然是正在做毛发护理的金刚狼 和娇克的暴风女 等X战警 直到X女教授出现 才告诉了瑞克成为一名超级英雄的秘诀 从此以后 瑞克成为了蜻蜓侠 成为了市民最好的邻居 成为各大头版头条的封面 连大明星汤姆克鲁斯 都成了蜻蜓侠的狂热粉 可惜模仿失败 现在瑞克当蜻蜓侠的名声友了 就插刀乐了 好巧不巧 对标号角日报的帝国都市报 急需蜻蜓侠的五马高清徒 来当头版头条 正当我以为主创真又恶搞了 号角日报老板詹姆森后 转眼就被抬到精神病院了 正当瑞克与老板交易自己自拍照时 帝国大学发生了紧急事件 诺曼也换上反派套装 打劫了霍金的实验室 换自己为沙漏 而瑞克匆匆换上战衣 及时赶到了现场 与沙漏陷入了旋转僵局 这段打破第四面墙 真要把我笑喷 可惜倾平侠百发百中了敌人的暗器 让他给跑了 初次交手 瑞克以小书告终 而到了晚上 瑞克打算踏出自己早该踏出的那一步 带着鲜花 想对吉尔表白 可脑海中不断循环审神对自己的忠告 敌人会利用自己所爱的人来伤害他 这也让瑞克无法完全说出口 可吉尔深夜走暗下 被一群小混混盯上 意图不鸣而愈 瑞克当即换上战衣 打跑了小混混们 救下了吉尔 在雨夜的烘托侠 上演了蜘蛛侠中的经典名场面 可惜维亚没穿好 站直重来一遍 这两个秃突的小东西 是在致敬乔治克鲁尼板奶头蝙蝠侠吗 吉尔与倾听侠算是正式进入了爱河 那么古尔丹 代价是什么呢 没错 反派都会成为超级英雄的亲人杀手 而诺曼刚好又是吉尔现任男友的叔叔 意外受邀去瑞克家过感恩节 听到楼上的动静 以为是瑞克回来 就上去叫他 此刻吸在天花板的瑞克穿着战衣 不能让人看到 可人有三级 已经快憋不住了 索性瑞克的前列腺发达 点杀的效果很好 没让诺曼发现他 换好衣服的瑞克 从正门走了进来 但是在饭桌上 看着瑞克身上的伤 瞬间就漏了线 当场尿顿 带着侄子离开 就在瑞克饭后 准备与吉尔护退新肠 杀漏杀到 强拆了他家窗户 干晕了瑞克 送婶婶上了西天 量子置换 本来要上西天的本书 却奇迹般出院了 亲手送自己妻子去火葬 经历亲人因自己而离世的瑞克 不愿意再有爱的人 因自己而受到伤害 他拒绝了与吉尔在一起 看着满大街比武的情侣也不动摇 开始自暴自弃 做一个美式宅男 看着自甘堕落的瑞克 本书和他的黑哥们 开始对瑞克疯狂打鸡血 鼓励他去面对自我内心 记得这个戒指 是你家族的荣耀 现在沙漏要去吸取上万人的金破 只有你蜻蜓侠 才能拯救世界 备受鼓舞的瑞克 重新振作了起来 本书一路畅通开车到了颁奖现场 这里人最多 沙漏一定会在这里行动 正如他们所料 诺曼果真来到现场 获得了一个妇女之友奖后 来到了后台 瑞克此时出现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沙漏 眼瞅着这傻小子 没发现自己身份 就随便指了个人是沙漏 瑞克也想当信任 端着达赖喇嘛的头就干了上去 没想到自己这一杂 引起会场发生了大混战 诺曼成绩以超人的姿势变身 瑞克看到后 便追了上去 没想到自己进入隔壁的慢战 这下满场的COS 有超人有超女 有毒液有神情女侠 甚至还有自己的COS 瑞克一时猛了头脑 没关系 反派总是最出众的那个 沙漏乘坐酷似多拉里梦里的时光机 炸穿了天花板 瑞克不幸被大石板压住 动弹不得 正当沙漏就要用飞镖结果踏实 真爱粉吉尔挺身而出 挡住了飞镖 可自己也奄奄一息 看着心爱的女人如此这样 瑞克潜力大增 抱着她上到了天台 在生命汲取器的帮助下 使吉尔起死回生 沙漏没功夫陪她继续过家家 扔了个粘性炸弹过去 眼瞅着扔不掉 就粘在了裆部 在一番高难度后空翻后 与沙漏连接 靠着自己的蜻蜓盔甲 终于炸碎了大反派 可爆炸的余波将吉尔震了下去 瑞克也顺势跳了下去 看着瑞克手指上的戒指 吉尔也终于知道了 蜻蜓侠的真实身份 但现在这个情况 按照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他们还有不到30秒 就会坠楼身亡 就在这紧要关头 爱情的力量使瑞克放出大招 长出来蜻蜓翅膀 带着吉尔返回楼顶 大团圆结局 从此以后蜻蜓侠与女友遨游世界 但请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这部电影以山姆雷米的蜘蛛侠为框架 恶搞了众多的超级英雄 以及其中的桥段 真正做到了既好笑又好看 这种恶搞无厘头电影 在日后的好莱坞中 也层出不穷 每隔几年就有一部大杂会 去碰瓷那几年各种大热的影片 最著名的当属今生奸笑系列了 从电剧惊魂到段贝山 统统细访了个遍 可惜的是 现在好莱坞的超音题材电影 不管是DC还是漫威都在走下坡路 除了继续扩展宇宙 或者找老演员来贩卖情怀 都无法在真正讲好一个故事上下功夫 当然这也与超音题材电影 进入瓶颈期有关 希望滚岛接手后的DC 能够重回往日荣光 一举带到扎岛的超音高度